再过五天就要选举投票了 目前担任飞讯集团副总经理的何秋气 参选屏东县第二选区的立委 2020年1月5号礼拜天下午2点 选择在潮州国小旁的华星路上 举办一场感恩大会 对主信仰相当虔诚 热情感性又善良的何秋气 感恩大会中 有来自屏东各乡镇市的教友 前来参加耕申员何秋气的故乡 万丸金山爱乡民俗宋江镇 文化发展促进协会 还出动宋江省师团 为感恩大会讨个吉利炒热气氛 何秋气说当一位民意代表 其实是要当选民的奴才 全心全意为民众做事 何秋气已经在潮州设立服务处 还有几部宣传车 爸爸妈妈跟亲戚也都开始支持 他希望透过飞训集团跟神的力量 提升屏东的农业跟工商企业发展 打一场不一样的选战 所有人的竞选活动 都是在谩骂 都是在数落对方的不是 只有我和四号秋气 我是真的希望天佑台湾 我爱我的乡亲 我要为我的乡亲争取最大的福利 我更要拿回人民的主权 我们绝对不是奴才 做官的才是奴才 我要宣告这个就是我参选最大的一个意志 让我的乡亲都过一个非常好富裕的日子 温潭没了 和秋气冻蒜 大家就是温潭没了 而且都很和谐 很和谐 都不会呢 这样差跌落跌 就是希望打造全台湾稳赚不赔的通路 何秋气十几年来 一直在推动飞训集团 董事长谢祥义的购物商城计划 深入民间 体会农民的辛苦 跑遍了屏东跟南部各乡镇 了解民众的需要 关心弱势 照顾老幼 带着一股爱心跟亲切的热忱 在1月5号的这场感恩大会上 才会有将近500名的民众跟教友 亲自到场演唱圣歌 表达对何秋气的支持 这个我们何秋气立万委员 愿意来高举这位耶稣基督 愿意把主摆在第一位 相信他所带给大家的 也会是满满的爱 也会是带给我们所 他所服务的这个区域里面 满了平安和喜乐 在这场选前的感恩大会上 大家都是以参加欢乐聚会的心情 来到现场 何秋气还一一跟大家握手 显化家常 展现屏东人特有的温暖跟亲和力 最后还举办感恩的心大合唱 感谢主跟选民的支持 希望何秋气能够高票顺利当选 记者 崇文旭 郭依林 屏东报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